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欸?不是要說脫下龜殼的虎人嗎? 怎麼前面的畫面都還是龜龜呢? 不好意思啊 那些想看我酸龜龜的球迷朋友們 今天要讓你們失望了 今天絕筆跟你一起看籃球 是要來講講交易後虎人2.0的部分沒有錯 但要現在用你幾分鐘的時間 來幫我最愛的忍者龜說句公道話 忍者龜Russo Westbrook 是曾經用體能與爆發力證明了自己 不靠投籃也可以拿下MVP的超級巨星 但虎人總管在2021年的休賽季 用三隻綠月去把忍者龜找來當射手 我真的不懂由拿布朗詹姆斯與Anthony Davis 這兩個需要大量進區空軍的球員 找來一個不會投籃 而且同樣需要進區空間的全明星要幹嘛 這樣的陣容配置就是在互相傷害 你不會要求KD像龜龜一樣 一拿到球就直接飛奔爆扣 同樣的你就不應該要求龜龜可以像KD一樣 用外圍投射威脅力 幫主戰球星拿開空間 姆斯、易梅與龜龜三個人同時在場上 就像一場災難 他們彼此都需要射手 但彼此都不是對方的射手 而這時候輩分最小 也最想改變為球隊付出的龜龜 就去蹲底角當定點射手 然後就被一群人打落水龜 不斷放大他的投籃缺陷 其實不用你放大 他老兄生涯的外線投籃就只有三層附近 但卻在這段期間 瘋狂被媒體放大並且恥笑 因為這樣就有流量 當龜龜願意放下身段 錯開跟雙明星的上場時間 然後在板凳時間衝鋒陷陣 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真的是相當讓我respect 但嗜血的媒體仍然沒放過他 段章曲域找出某幾場正負 效率值特別差的比賽狂轟猛炸 甚至在交易後排補一槍 龜龜是休息室的獨留 只要能湊一波球員 就能洗到流量何樂不為 每一個球員都一定有缺陷 像是盧卡與科瑞的防守 Tayton與MB的組織能力 Fox與字母哥的攻擊手段單調 但上述這些球員的缺點 不是藉由戰術來遮蔽 就是藉由交易適合的球員來掩蓋 唯獨腦子進水的胡人總管 找來龜龜不只戰術無法遮蔽 彼此的特性還極端到無法互相掩護 讓龜龜的投籃缺陷只能無限被放大 還好在本賽季的季中交易 Mobal Perlinta終於是睡醒了 當別人一窩蜂在搶明星的時候 他沒有跟著別人盲目追逐大牌明星列車 而是反其道而行的 把明星拿去換綠葉 針對球隊的困境與缺陷去做出調整 那胡人的缺陷是什麼呢 組織、空間、防守與機動性 首先找回自家選路的榜眼 D'Angelo Russell 雖然他沒有規規的全場推進動能 但胡人的AD與現在的Labrond 都是更適合半場攻擊的球員 那D'Angelo在半場組織的能力 絕對是超越忍者規 當初離開洛杉磯後 在布魯克林跟爆炸頭 定了一手優異的擋拆攻擊技巧 在輝藍的這段期間 也大量承擔一號的角色 如牛跟各式各樣的內線做配合 成長到可以場均送出6-7次助攻的優質控球 絕對是Labrond James與Anthony Davis身旁 更加適合的指揮官 他優異的運球與動作小速度卻很快的送球能力 必定可以分擔掉Labrond James的持球壓力 來承擔輪轉球隊的角色 Anthony Davis也需要有人在舒適的位置來為球給他 D'Angelo Russell與本賽季原本就帶著Sroder 兩隻相當純種的一號位 一隻先發一隻替補 能延續控制場上圖輪的進攻節奏 再來是空間的部分 全世界都知道Anthony Davis打內線的破壞力 絕對遠高於外線投射 本賽季僅剩26.4%的三分命中率 對比於三分線內59.3%的可怕破壞力 他絕對是屬於禁區的野獸 只要你能在舒服的位置把球位給他 並且清開空間 他就是能用各種方式把兩分弄給你 那Labrond James呢? 本賽季也僅剩30%的三分命中率 內線當然還是比較適合他 就算是老化的坦克了 扛進來依然沒有幾個人可以擋得住 所以他們都是需要空間的球員 我就不懂找歸歸來 到底是能幫這兩個主戰球星哪個部分 反觀D'Angelo Russell 本賽季高達39%以上的三分命中率 尤其是Catch & Shoe是可怕的39.7% 根本就是這兩隻球星的天才 還有交易包裹裡的Malik Bisley 這個瘋狂的三分射手 在過去加入灰狼被定掉為射手後 每個賽季場均出手三分都高於8次以上 等於完全是靠三分吃飯的球員 在生涯最準的賽季 可以飄到4成以上的三分命中率 本賽季交易前在有他爵士 也繳出了35.9%的命中率 場均可以飄進3.1顆三分球 這種已經證明自己準度的球員 只要他在球場上 就是可以幫球星拿開空間 因為他的三分線拿到球 不管他本場比賽準不準 防守球員就是要補出去 因為你沒有本錢賭他不進 看看這場對上達拉斯的比賽 Misley前面6球都投丟 甚至整場比賽只有投11中2的三分命中率 但只要他一拿到球 所有人都還是會往外撲 這種球員就是能幫主戰球星創造空間 再看看交易啟動前 彈開胡人陣容 能投出有職又有量的射手 真的太少 這也就是胡人上半季 進攻空間卡蛋的根本原因 再來要討論的就是防守 LeBron James年事已高 不要再要求他去防守新鮮的雙腳 他珍貴的體力本來就不應該 花在對位的防守上 你也不要再說他是防守黑洞 他已經38歲了 NBA不是台灣自然 到這個歲數還可以當空防一底的全明星 要他修出去只會擋到自己人 幫對手掩護 不可能再創造出多高的防守質量 你必須找人來掩護他的防守推化 那去年夏天 弄來的最佳防守球員 瘋狗辈Patrick Burberry 不能給予防守方面的能量嗎 不要說我抽他 翻開數據來看 他除了嘴巴跟在外圍 用臉貼著對手干擾三分出手外 在三分線內根本就只有被打爆的份 更不要說用那種用防守改變整個球隊的能量 看看什麼叫做頂級優質防守大手 這個幾乎無防守思想的數據 才叫真正的防守大手好嗎 是說你猜到這是誰的防守數據了嗎 就是最可怕的考外Nenner 那胡倫這次的交易 弄來的防守大手是誰 就是來自爵士的Jad Fenderbill 一樣不多說先送上數據 雖然沒有考外可怕 但也是超強等級的防守球員了 那比賽畫面呢 來看看他是怎麼對付Luca 負責主防Luca的Fenderbill 擁有了標準6x8的側翼大鎖身材 他可以不斷越過掩護點來黏著Luca Luca光是要接到球 就要花費很多的體力 而Fenderbill良好的防守紀律 不會輕易下手 然後用站位逼迫對方走一邊 接著用腳步紮實地跟著對方的行進路線做干擾 直到最後確定出手的瞬間 才會往前跟上干擾投籃 這樣的優異的防守紀律 會讓持球者相當然創造出出手的空檔 看看這球 Luca一接到球 馬上贊成側身站位 減少自己與隊友需要去猜測對手突破腳步的問題 接著高舉雙手 用腳跟著對手的行進路線 並且不會輕易起跳或下手 只要位置散得好 進攻方是相當難得到出手機會 同時也很難製造犯規 再來這球 達拉斯也是擋拆啟動 但只要防守觀念夠好 不要亂跳亂下手 就算是連滾帶爬 一樣可以干擾到Luca的三分出手 再看看這個play 不管你用了幾個擋拆 用了幾個假動作 Fenderbill都可以保持一定的重心平衡 讓你永遠擺脫不了他 他就是可以這樣因魂不散的瘋狂黏著Luca 用這種死殘爛打的方式 來限制Luca的破壞力 而這也就是各強拳球隊所循循秘密的單防大鎖 而Fenderbill沒有齒啪的身材 也足以承擔換防的角色 這球Ansony Davis被撿出來 站在面線的Fenderbill 一點也不吃虧 而是可以做好最後一線的協防角色 這球也一樣跟Riffs換防後 在最後一線輕鬆干擾Luca的出手 也讓狐人的防手端有了更多的變化性 而且靈活性極佳的他 甚至可以在換防的過程中 用自己的判斷與體能優勢去創造超級 幫助球隊啟動轉換攻擊的亮人 看看這球 第一拍Fenderbill對位Luca 但在掩護後被迫做了換防 但這瞬間他沒有被射手帶走 留在Luca旁邊 進而轉化胡人的防守變成區域站位 並在Luca下球的一瞬間往上包夾 避免隊友被打點 當Luca分球後 他快速還原並預判對手的傳球 這一瞬間對手球都還沒送出來 他就已經準備啟動 這就是他防守的靈性 連場邊的Darvenham都幫他拍拍手 看看這些畫面與數據的支持佐證 這才叫做用防守改變比賽的男人 胡人能夠在這場比賽中 逆轉27分的劣勢打破歷史紀錄 靠的就是他在防守端給予的能量 並且補足Anthony Davis 防守上的不足 讓他可以在內線安心地刷火鍋數據 做好最後一道防線的部分 而Fenderbill除了在防守端的攻線外 還提供了更多的機動性來補足胡人的缺點 Anthony Davis 比38歲的Lebron James 是不可能配合忍者規全場跑 在半場攻擊的部分 他們也都不是移動快速的球員 半場機動性的不足 讓他們的半場攻擊總是流於形式上的跑戰術 缺少的衝擊與出奇不異的爆發力 而Fenderbill就總是能抓緊對手對自己的疏忽 撐出鬼沒地出現在奇怪的位置 並且把球弄進籃框 這就是他為胡人的進攻所帶來的效能 至於三分的部分 如果能偶爾換個冷箭就算是達標了 攤開交易後的胡人陣容 雖然不算完美 但至少戰力平均許多 有兩隻水準以上的優質組織手 有射手可以拉開空間 有自家養成的鄉村曼巴 敢衝、敢撞也有一定的得分能力 絕對是小前鋒的最佳替補人選 也有兩隻充滿火力的四號位 可以來保護Anthony Davis 並且提供防守端的亮能 唯一的缺點就是胡人 並沒有人可以取代Anthony Davis的位置 也顯現出胡人的命脈 就是綁在Anthony Davis的健康身上 傷病值豐富的Anthony Davis 與年事宜高的LaBron James 如何維持健康 就是胡人季後賽最大的挑戰 至於教練的部分 我是不知道賽季的DoubleM表現如何 但對上達拉斯的四場比賽 他的調度與人員配置都算是水準之上 也針對對手做出應對調整 雖然還是可以看到 胡人團隊防守的瑕疵部分 是教頭可以更加努力調整的細節 但就整體來說 胡人在這筆交易後 是絕對夠格 在季後賽跟列強一較高下的 那再回過頭來說 一筆把規規送走的交易 就能讓胡人飛天 到底是誰的問題 我還是會回到交易結構本身 換句話說就是總管的問題 你不會要求Luca去當定點射手 不會要求Jaman Green 去當定點射手 那你就不應該要求規規 去當定點射手 還是那句老話 能夠打到NBA的球員 絕對沒有爛球員 更不要說 那些人入選迷信賽的球員 他們籃球的天賦 絕對都是高不見頂 問題只會出在彼此 是否適合 與戰術上設定的問題 看看現在 迎來Irvin當負責的Luca Donchich 他們都是絕佳的球員 但問題就是需要去改變 去適應彼此 我們在評判一位球員時 拿出數據 對應比賽畫面做一些印證 絕對會是一個更加公平公正 與公開的方式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想看什麼題材 再留言告訴我吧 那喜歡我的影片 千萬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